推特发表新评论Print版法国中国马克龙宣布11月在访华将去。 上海北京作者鼓励发表时间29-06-2019更改时间29-0。 6-2019发表时间16.22分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大阪G20记者会2019年2月29日Lutovic Marine AFP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29日在大阪记者会上宣布, 他今年11月将再次访华,将去上海和北京。 马克龙2018年年初访华时曾在北京表示,他以后会每年访问一次中国。 据法新社消息,马克龙今天在大阪记者会上宣布, 他将在今年11月5-6日再次访华,届时他将到访上海和北京。 马克龙到访上海的时机,正是上海进口国际展览会举行之际。 2018年1月,马克龙上任后首次访华,访问了西安和北京。 马克龙访西安时,为了突出北京珍爱一带一路主题,他不惜临时变更。 行程,缩短兵麻油,增加与古代丝绸之路相关的清真寺和大雁塔。 但, 马克龙强调,法国与欧盟一道参与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,他不赞成意。 大利与葡萄牙等欧盟成员国单独参与北京达成协议,会入普京此外。 马克龙今天在大阪的记者会白透露,他会在未来几周与俄罗斯总统谱。 经举行双边首脑会谈,但没透露时间和地点。 把亲舍推测,时间可能。 是在今年8月底法国比亚里茨七国集团峰会之前,马克龙与普京周四晚间在大阪进行了长谈。 与特朗普关系没变冷当马克龙被问他在大阪。 卫与特朗普双边会谈时说,他与特朗普6月6日在纪念诺曼底登陆期。 五周年时,已经进行过长谈。 他说,这次双方没有会谈,他既不感到。 缺失也不觉得沮丧。 有记者问他跟特朗普的关系是否变冷。 他说, 完全也没有,并说,虽然他与特朗普不是同类人,但彼此欣赏,共。 同工作。 法新社说,马克龙与特朗普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,特别是本。 喜aggerrud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